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接着说CompifyUI的相关内容 上一期我们主要说的是绘画之前大家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安装换画,怎么样共享模型,怎么样导入节点 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正式去绘画 我们今天的话主要来说一下文身图的内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打开我们的CompifyUI 然后来进行一个绘画 双击启动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黑窗这边的信息 如果这边报错的话 它可能是不影响你绘画 但是这个报错它肯定是意味着CompifyUI里面 或者你有些节点,然后没有安装完 或者是缺了模型模型 这边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绘制界面 我们需要在这边去画一个文身图的流程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加载器 加载大模型 这个加载器的话这边有两个加载大模型的地方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高级一些的加载器 然后它可以看到大模型的预览图 这是它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当然能不能有预览图呢 也要看你这个有没有下载过这个预览图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下载 然后我们就使用上面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这个加载器的话需要节点 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上一期视频的话 也放给大家了 如果大家找不到这个的话 然后又想用的话 那么你可以发回去下载一下 接下来我们第一步 这个模型 我们把它连出来 然后这边呢 把它直接连到采样器上 这边Clipper连接文本编码器 然后我们创建两个 一个代表正向 一个代表附像 代表我们的提示词 然后第一个 我们把它连到正面上 第二个我们把它连到负面上 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 我们把它连到这个 A1解码器 然后我们连个图像这边 图像这边没有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搜索 因为我们需要预览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有个预览图像 好这样的话 我们就连接完了 然后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还缺一个 这边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 要给它一个空的一个画布 然后我们点搜索 因为上面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代表图片的尺寸 我们随便改一下 改成768 P次1就可以了 就一次出一张图 这个是文身图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流程 先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这边 它拨错了 代表我们这个VAE没有连 我们把它连过来就可以了 好这样连上 然后再来运行 这个图就出来了 那个图不好看 这是另一回事 我们先不用管它 然后我们先来改一下这个参数 然后这个随机总 这个大家都明白 代表这个图片的一个编码 运行后操作 这个是运行后 我们可以选固定 然后可以选随机 可以增加减少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选 部署 就是采样器的运行部署 CFG 代表这个提示词的一个效果 然后采样器 可以选一个比较好用一些的 当然这里面很多 大家喜欢哪个用哪个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也可以随便选 正常来说 其实都不用改 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降噪 因为是纹身图嘛 整个20步 我们需要全部去做这个处理 所以我们这边就1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修改 比如说上面这一个编码器 它代表我们这里面的文本呢 应该是输入正面的这个词 所以我们这边给它一个相应的颜色 我们把它绿色 代表正面 下面这个代表负面 那我们也同样给它一个颜色 给它一个红色 这样的话就区分比较明显一些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随便来输入一个词 我们来输入一个女孩 然后我们来输出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图 它已经出来了 效果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这边 VA模型的话 是从大模型这边直接引过来的 因为这个大模型里面呢 它通常会自带了自己的一个VA 所以我们直接连过来 它是有的 然后那我们想画一个VA的话 首先我们把这个去掉 大家看到这个线 它是这么连过的 然后我们点出这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会变亮 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去识别 就是这个线到底是能哪里连过来的 因为我们现在节点比较少 然后你还可以分清楚 但以后我们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流程 那么你这个可能就比较混乱 然后你可能很难去找到自己的 这条线到底连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出每一个点 这条线就亮了 好 我们把这个线给它取消掉 我们找到这个点 然后点三重 然后我们再把它拉出来 这边有个VA加载器 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 好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好 现在大家看到了 我们这个图是吧 它带上了颜色 因为我们给它加了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VA模型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做一些新的改动 这个文本编码器这边 因为它这边是需要英文 可能我们英文不太好的 那么这边可能就有点吃力 它这边呢 提供了一个翻译的一个节点 然后我们来看翻译节点的使用 这有个翻译文本 我们选择这个翻译文本 它这个翻译文本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从什么语言 然后翻译到什么语言 这边的话 我们不管它是什么语言 然后呢 我们可以全部让它翻译到英文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那么这边呢 我们需要把它连起来 但是它这边呢 是没有这个文本节点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需要鼠标右键 然后呢 这边我们找一个这种 下面这一项 转换文本为输入 就是把下面这个文本框 把它转换成一个输入节点 我们来点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连起来了 这个就相当于 我们把这边的文本框里面的内容 把它输入到这个里面 它这个因为输入框也没了 然后这么大 还比较占空间 我们就可以把它缩小 再点下上面这个点 就可以把它缩起来了 同样的 我们这个也是 我们把它转换成文本输入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文本 女孩 我们来个 跑步 因为我们是翻译节点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输入中文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一个跑步的女孩就出现了 然后这是翻译文本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再连一个文本出来 然后呢 选这一下 我们可以展示一下这个文本 我们看看它到底翻译是什么样子了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我们这个翻译结果 好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然后这个我们前面的出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它这个脸部有点崩了 脸部效果不太好 这边我们也可以选一个 稍微好一些的模型 我们选这个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模型就非常好 然后我们这边同样的 它这边脸部崩的原因 其实它一方面是大模型的原因 第二方面是这个 我们并没有加入这个负面的提示词 所以它会崩 我们再复制一个翻译文本节点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连到这个负面文本里面去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写 这个你的负面的提示词 然后让它去做一个翻译 然后去运行 这样的话效果就会好一些 好 我们这边同样的 然后把这个负面提示词把它缩小 这样给省点空间 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 就是我们这个 给原接点 这个原接点 它可以连接很多的东西 它可以连接文本 也可以连接数字 比如我们这边随便连一个 连个数字 它代表A和B相加的一个结果 转化一下输入 然后把它连起来 大家看这边就变成了一个 浮点型的一个样式 然后TunAunt呢 我们通常会用这个节点 然后来连接这个文本 比如说这个我们这边点一下邮件 我们用上面这个吧 点一下邮件 然后把它转化成输入 然后把这样连起来 它这边就变成了一个文本 还是我们刚才那两个字 正常来说负面提示词是可以通用的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原接点 把它连起来 可以连到好多地方去 就比较省事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节点 它是来做风格化的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节点 然后选右键 把这个两个输入框把它转化为一个输入 正面条件以及这个负面条件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下来做连接 这边这个翻译文本翻译过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连到这个正面上 然后正面条件 然后就连接到这个提示词上 然后这边负面也是 我们把它这个负面条件 把它连接到负面文本上 这个负面条件的话 同样的我们从这边去连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翻译过来的这个文本 添加到这个风格化提示词这个里面 然后呢我们经过这边的风格化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结果输入给这个文本编码器 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展示文本 它这边呢有很多的预设风格 让我们选一下电影 我们再运行一下 大家看到这边 它会自动添加这种风格 会涉及到的提示词 我们出来的结果呢 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再来换一种 大家看到是吧 它变得像素了 这边还有非常多的这种风格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 朋克 这是这个风格化提示词 我们常用的还有很多小模型 然后我们来加一个 可以选择一个模型 把它拉出来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偶尔加载器 这个模型呢 我们需要把这边去重新连一下 这样连过来 然后这个呢 我们也需要连起来 负面提示词也是 我们都需要重新连一下 这个偶尔加载器呢 就算是添加好了 好 我们在这边可以选择你的小模型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 我们来运行一下 它是增加了这个小模型之后的样式 跟那个显然是有区别的 好 我们这个大模型有了 小模型也有了 然后这个风格化也有了 这也都有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来做一下这个图片的一个放大 因为这个出这个图的时候 这个图片的大小呢 大家不要选太大 因为你这边很大的话 那么出图是特别特别满的 然后我们可以出这张小图之后呢 然后再把图片进行一个放大 这样速度是比较快的 好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放大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图片 把它拉出来 搜索一下 那这边有个图像缩放 这个缩放方法 宽度高度 然后这边去进行一个缩放 当然这个的话 需要你重新去设计这个宽度和高度 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麻烦 所以我们这边呢 还有别的方法 图像放大的方法其实挺多的 我们可以来再来选一下 找一个比较好用一些的 图像通过模型放大 然后让它做个越纳 把这个删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需要个放大模型 搜索一个就行了 放大模型加载器 然后大家看到 这是我们这个 所有的放大模型 这个放大模型 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我们这个图出来了 图在这边 这些放大也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 我们来点一下 这个图是2048乘以3072 那这个图片是放大之后的 这个是原图 原图是512768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能被放大了四倍 这是我们这个 一个放大模型的一个方法 当然这个放大呢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放大方法 比如说按这个系数来放大 然后把它连起来 然后图像呢 也同样的 浏览一下 我们这边稍微大一点 1.5倍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点这个提示式对链 这是原图 然后两张放大图 这个放大图是768 1152 放大了1.5倍 这个的话就是2048的 放大了四倍之后的效果 这种放大方法呢 是在这个图像啊 已经被解码之后 我们进行放大的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是 在这个被解码之前 然后进行放大 但是在解码之前放大的话 相对又复杂一些 需要进行一个二次采样 然后往这边连一下 然后呢 我们接一个这个 点搜放 当然这个它也有 这个根据 系数放大的一个选择 可以搜索一下 当然我们把这个一下删掉 我们也是放大1.5倍 然后这个连什么呢 采样器 我们这边要重新进行 采样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采样器就连接好了 这边我们同样的 也是研码器 然后图像 然后预览 然后呢 这个VE也是 VE我们可以自己连 然后再连一个VE加载器 因为我们这个采样器 我们不是想重新出一张图 我们是想把图片放大 所以说下面这个呢 我们可以改一下 没必要全部进行 我们跑一半就可以 0.5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后这个 它是多大的 768 1152 它是经过了这个 二次采样之后 得到的一个放大结果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纹身图的一个 全部的流程 因为它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布局 默认了一个布局 对其他左侧 对其他右侧 它会进行一个 自动化的整理 整体上看得四字方方的 这个当然看大家喜欢了 大家想怎么调整都可以 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 也就先说到这儿 之后的内容呢 我们下一期再说 大家拜拜 拜拜